平常對這種廣路攻擊,常常都是保持一種忽略的態度 不過他們黨部還是認為說攻擊已經太過分了 有時候這種假新人,但是老實講假新人還是要自立 因為這種系統性的假新人,其實正正要的是自立 所以後來他們黨部還是決定說提到 你覺得這是發文的記錄嗎? 查下去就知道,其實我跟你講,這個要查,用幾個鐘頭就查得出來 人家把那個IPID退一退,然後按照他們以前發文的記錄 做那個Mapping,你不然就抓出來 因為汪浩有說央視這個,是要為以後民眾黨跟國民黨的合作出路 你們真的有打算以後要跟國民黨合作嗎? 啊,話以後,我常常是這樣啦 我每次說,人家說不是敵人就是朋友,應該是要珍惜朋友 我發現,小的常常為什麼要把自己人往外推 然後說在自己同胞裡面劃分 那當然實在是,不是很健康的設備 知道你的夫人陳貝吉在臉書上唱菜圖把他當白癡嗎? 他還說他自己覺得很受傷 你這樣為什麼是? 沒有啦,我們家的女性都很有意見 那你還會投給蔡英文? 沒有啦,我已經講過了,不表態就是我的表態啦 因為蔡總統之前講她說她對政黨政治是一知半解 所以沒有辦法評論陳貝吉,這讓陳貝吉自己覺得很受傷 很受傷就受傷啊,受傷不要到處去跟人家講啊,講看看 所以你覺得他不適宜在這樣子連續寫嗎? 唉唷,少寫啦,我就是我太忙你知道,他平日在家裡沒事 以前小孩子還小,他很忙 小孩子都念到大學以上的話,有的甚至去工作 像是影影影影影影模台戲,先生又不在就看這些影 他這樣算是玻璃形嗎? 他這樣算是玻璃形嗎? 唉唷,對嘛,我覺得很奇怪 小英從來不回答台灣價值是什麼 這也是蠻奇怪的 那會不會擔心現在陳貝吉就是又一直罵蔡總統的話 又要引起綠營這邊的不滿 可能也會在選情上面有一些的影響? 還好,還好,就是這樣啦 每個人每個人每個人的想法,你也不能強迫 蔡政好像認為你最後還是會投票 還是會決定要支持韓國? 蔡政政任務? 他是他的副總統一定要想辦法幫他拉票 這也是人的長選 所以事實上你還沒決定 大概不會再做什麼改變的 都已經剩下三天要投票的 不表態就做的表態 他說他大膽抵測 就是因為你超越難力 但是你今天是為平函 用平函立場來實在退後的時間 超越難力為什麼要平函? 這兩個矛盾 這次選的很輕鬆 沒有花什麼錢 市長今天阿扁又到處補選 阿扁又到處補選 阿扁又到處補選 對阿 你覺得他先把他照好嗎? 我老實講,2016年那時候就要解決 我覺得國家法令要修改法令 不過國家法令還沒有修改,應該是要依法行政 那要什麼解決? 那時候就說這個法律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人家政治問題要法律解決不可能 老實講,我覺得當時 我知道小英很不喜歡處理這個題 但是還是要處理 那如果你2024選上,你要怎麼解決? 還要再拖到2024 那你覺得民進黨花了多少錢? 應該要再乘個倍數 你覺得民進黨比較多還是民進黨比較多? 你覺得民進黨比較多?